昭花二零市场内有一间知名的矿肉饭摊传承两代了 平常客人很多市场其他摊商收摊时 老板就把桌椅摆在马路边让客人来用餐 但这桌椅几乎占了半条马路 被民众po网称为是奇景 有人看了觉得这就是市场的日常习惯就好 但也有人觉得让客人冒着生命危险吃饭太过离谱 警方表示占用道路的违规行为将会开单告发 浇满卤汁的饭铺上油亮的控把还有销魂的酸菜 这一晚在二零市场有五十年历史的控把本 地方乡亲从小吃到大 有人还推荐加上半熟的蛋更是隐藏版美味 让那个蛋液跟那个饭融合在一起 这样拌在一起很好吃 慕名而来的饕客多半外带 但熟客即使大冷天坐在路边也能就地开吃 有人拍到老板把桌椅就摆在大马路上的奇景 网路上有人觉得这不意外只是日常 但也有人说把市场当徒步区 餐桌椅还放在斑马线上看起来是无敌了 老板说因为其他人都收摊了摆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但警方说这要开罚 不管控把本再怎么好吃也不能赔上安全及用路人的权益吧 进入讯子 我给你帮我